你們身邊應該很多朋友都已經生小孩了吧 對不對 蠻多的 會影響你們想約他們的慾望嗎 會 我之前一直覺得我應該還好 還能忍受 反正我也是蠻愛小孩 就是我可以玩 可是你說什麼 餵奶啊 換尿布 這我真的無法 然後我們之前就有跟一群朋友去露營 然後就有一家人就帶了他們的小朋友 小朋友長得非常可愛 然後我也覺得說OK啊 反正就是也讓媽媽喘口氣 也讓爸爸喘口氣 大家出來就是大家幫你顧嘛 哇 那晚上嬰兒哭到一個 在營地裡大尖叫 因為他有點身體不舒服 在起疹子 一直尖叫 然後睡一睡 你就起來聽到嬰兒在尖叫 想說天啊 原來生小孩的生活就是長這個樣子 真的 絕對不要 好恐怖哦 真的很恐怖 本來以為可以接受 後來覺得好難 你看我們才一個晚上 一兩個晚上而已 後來我就覺得太可怕了 但其實你應該就是頭過身就過啊 因為挑戰一個月 你就再也聽不到哭聲 就溶掉了對不對 媽媽就會有一個技能 就是小媽媽在旁邊哭 然後你已經覺得這個噪音已經是 時異為常 時異為常 就是日常 然後你再也不覺得它是噪音 就是一個聲音 對 覺得可怕的臉 因為其實也不只我 是因為連我老公都對 小孩不受控這件事情 他是覺得很抗拒的 會害怕的 就現在我們都過得好好的 我們現在兩個要出去喝 就都出去喝啊 把狗顧好就可以了 我們不用為了小孩在那邊說 啊不然你在家裡 我出去 啊下次下禮拜 換你出去 我在家裡這樣 所以我們兩個現在其實 滿享受這個 自由自在的 Apple 我是覺得 我是一直都很喜歡 少女 幹嘛我又要 少女感動 少女 口出忘語啊 我一直都很喜歡小孩子 所以我也覺得 我一定是會生小孩子的人 但是就是之前也是跟朋友們出去 然後有帶小孩子的那種媽媽他們 然後就是吃飯吃一吃 他也會說 等一下等一下 然後就說你們先聊 你們先聊 他就可能要餵小朋友吃飯 或小朋友又哭 東西又掉 然後跑來跑去 他就一直顧 然後變成整個聊天的時候 他都會一直說 你們剛剛聊到哪 等一下等一下 要顧一下 你們剛剛聊到哪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他好可憐 都沒有辦法認真的跟我們聊天 不會 我覺得那是他沒有一個系統 SOP沒有顧行 我跟你講我有個朋友 他超級厲害 他剛剛生完小孩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約他出來 就是他可以放風 他那天帶他的小孩 我們反正也是約在咖啡廳 然後我們就在邊聊天的時候 他每一個話題都跟得上 但小孩是抱在手上的 然後他每一個話題都跟得上 可是我們在坐在他對面 就一直分心 因為他小孩就一直在拉他的衣服 然後他就說 對啊 所以我覺得 都是這樣子 所以你不用介意 然後小孩哭 他就塞餅乾 然後餵奶這樣 然後吃飯吃就跟妳聊天 我覺得他超厲害 超厲害 小孩亂打他說 所以像這樣子的時候 我跟妳講 小孩變成亂拔 因為他超級厲害的 但是我覺得就是 真的想要生小孩 一定就是小孩長大 就是會有這個階段 對啊 所以我覺得 我可能看完這麼可怕的畫面 還是會想要 以後想要有小孩 妳有想要生幾個嗎 我想要生 一男一女雙胞胎 口出望語 口出望語 還想一生 一男一女雙胞胎 龍胞胎 所以我妹妹跟我弟弟就是 男女雙胞胎 對 她弟 這樣也有這個 龍鳳胎 所以我就覺得 感覺那樣最方便 一次解決 一次搞定 祝福你喔 真的